欢迎收看大爱夜间新闻 我是苏盛文 新闻首先提醒家长 今年的梅浆菌疫情是来势汹汹 临床发现引发肺炎的住院病患是往年的两倍 更有高达七成的病人 对治疗梅浆菌的第一线抗生素 红梅素产生了抗药性 不排除今年可能会大流行 一个人玩玩具还是玩得很起劲 三岁的上上精神活力旺盛 但前几天可不是这样 上上酒壳不遇到诊所就诊 服药也没改善 一度发烧到39度多把妈妈吓坏了 半夜睡觉都会咳到醒来 然后那时候有塞屁屁 但是感觉好像也是没什么用 她还是继续咳 抽血报告出来 她是说她是梅浆菌 原来是梅浆菌感染 住院治疗后病情获得改善 医师说秋天是梅浆菌好发季节 小朋友容易被传染 但普遍使用来治疗的红梅素出现了抗药性 台湾感染症医学会出的肺炎指引的话 梅浆菌对红梅素的抗药性大概就12%到23% 病患出现抗药性 用药没效容易有大流行 如果得到的一个病原菌是有抗药性的话 那当然就代表你的腰不能有效的压制这个病原菌的复制 那她的病发症当然就第一个就是肺炎 那如果肺炎又继续往外扩散的话 那当然有可能甚至有中枢神经的感染 然后有些皮肤的症状 甚至会造成末端血管的病变 还有全身性感染 医师提醒家长 孩童高烧不退 酒壳不育都要尽早就医治疗 大爱新闻黄子凌旺光辉 台中报道 台湾每年有一千个婴幼儿 因为感染呼吸道融合病毒而住院 当中更高达九成都在两岁以下 国卫院花了十年的时间 研发出能同时预防且抑制病毒的疫苗 孕妇只要在怀孕的期间注射 宝宝也能获得抗体 这款疫苗最快在三年后问世 家长担心孩子生病 疫苗统统打到位 但最容易对婴幼儿造成威胁的人类 呼吸道融合病毒 目前却没有一种疫苗可以预防 这种病毒病程进展快速 只需要两三天就可能演变成 严重的呼吸窘迫 目前感染其实它都是会产生 一个严重的肺部发炎 这个严肤肺部发炎 基本上我们称为不可逆反应 它一旦如果在严重的程度的时候 其实这个肺部会纤维化空洞化 因此国卫院花了十年研究 发现在疫苗中加入带有F蛋白质的基因 就可以让人体对基因产生抗体 如果是孕妇在怀孕期间注射疫苗 宝宝也能同时获得抗体 除了抗体的产生之外 我在改变你这个免疫体质的改变 让你的免疫体质改变以后 我就比较能够预防 因为RSV感染导致后续所有的这些病理 疫苗在临床试验后 预计最快三年内就会推出 效力预估可以长达20年左右 不只能预防感染 也能抑制发病后肺部细胞的发炎反应 大海新闻梁家民台北报道 台湾成年人的钙质摄取量 在全球平均偏低 根据调查有三成五的人 没有补充钙质 而自认为有补充钙质的民众 四分之一维持不到半年 医师特别警告 如果常常中断补钙 可能会让你的骨质流失得更快 喝牛奶补充钙质 但根据调查 国人平均每日的钙质摄取 只有建议量的一半而已 数量远远不足 而自认有在补钙的人 实际情况却是 有九成六的民众 没有每天摄取足够钙质 台湾四十到六十岁 近五成的人补钙续航力 不到一年 中断补钙后 为了维持血钙浓度稳定 会从骨头释出大量钙质 造成骨密度下降 补钙可以从饮食运动做起 如果到达五十岁以后 也建议民众骨质密度要定期追踪 第一的超过三公分 或者是说过去你父母有宽部的骨折 宽关节腹筋的骨折 然后你有在抽烟 喝酒 和并有骨质疏松的危险因子的时候 其实是可以考虑自费 做个骨密度的检查 医师提醒 长期反复补钙又中断 会加速骨骼中钙质的代谢 长青族中断补钙的现象 需要特别留意 大爱新闻科兴志台北报道 研究显示超过七十五岁的老年人 有百分之十二 罹患主动脉半磨狭窄 死亡率更是高达了五成 不过传统的手术需要聚开胸骨 高龄患者恐怕是难以承受 现在有金导管的治疗方法 伤口小恢复期短 也大大提高了治疗的成效 高龄九十一岁的王老先生 因为气喘 呼吸困难 心脏衰竭住院 经过超硬波发现 主动脉半磨严重狭窄 研究显示75岁以上的老年人 高达百分之十二 有主动脉半磨狭窄问题 若不接受治患手术 死亡率极高 一旦出现心脏衰竭了 事实上非常的差 也就是说百分之五十的人 追踪到一年的时候会死亡 然而传统手术需要开胸 手术时间长达四到五小时 恢复其长 高龄患者难以承受 现在使用金导管半磨治疗手术 不需开胸 手术时间只需要四十五到九十分钟 恢复其短 手术风险大幅降低 所以现在这种从导管做 因为伤口很小 而且局部麻醉 而且恢复得很快 所以才是这些老人家或是一些比较虚弱的人 一个不错的选择 医疗技术日渐进步 高龄不等于高危 若是家中长者常有性脚痛 气喘问题 需要及早就医治疗 才能维护心脏健康 大爱新闻邓印中台北报道 国际新闻来看到 美国爆发了东部麻脑炎的疫情 已经有超过三十个病例 十一个人死亡 这个病毒是经由鸟类传给蚊子 蚊子再传给人 专家呼吁要避免在夜间外出 也建议在户外 要用衣服遮盖皮肤 避免被蚊子叮咬 而至于为什么 今年的疫情会变严重 研判可能与暖化脱不了关系 飞机划过夜晚的天空 这不是神秘军事行动 而是美国罗德老州政府 将近三十年以来 第一次用飞机喷洒去冲击 对抗新的一波 东部玛瑙炎疫情 东部玛瑙炎病毒 经由吸血从鸟类传给蚊子 再传给人类 病患出现流感症状 有时候造成大脑感染 约百分之三十的患者死亡 美国平均每年出现七个病例 但是今年已经有三十个以上的病患 超过十人死亡 情况严重 为什么今年特别不一样 科学家推测 其中一个原因可能与气候相关 降雨量增加 气温提早回升 加上全球暖化 让蚊子活动和繁殖的时间增加 专家预估需要等到气温地域零度后 疫情才有可能停止 在这之前请民众使用区重计 在户外以医物覆盖皮肤 晚间也请避免外出 大爱新闻 江光田编译 今年的诺贝尔奖揭开序幕 台湾时间今天下午五点三十分 率先公布了生理医学奖 由三位分别来自美国和英国的学者 共享殊荣 今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得主 分别为美国的凯琳 塞门萨和英国的雷克里夫 他们获奖的原因是研究细胞如何感知 以及适应氧气的供应 有助于了解如何对抗贫血和癌症 三名学者将评分900万瑞典克朗 约合新台币2969万元的奖金 不过在全球负利率和低利率的冲击之下 金融业可以说是风雨飘摇 汇丰控股公司为了缩减成本 裁员1万人 而且都是欧洲分部的高薪主管 根据金融时报的报道 汇丰银行的获利多达八成来自亚洲 却在欧洲雇佣了大量员工 因此汇丰打算精简在欧洲的人力 在亚洲聘请更多能创造收益的员工 除此之外 英国脱欧全球贸易战 以及银行作业的自动化 都让汇丰在人力和营运上 面对着相当大的挑战 10月1号开始 日本调整了消费税 从8%调涨到10% 此举让日本人的购买意愿降低 政府只好在祭出鼓励使用电子支付 享有现金回汇的方式来刺激买气 而这一波的调涨税收 将会用来填补社会福利的支出 放眼望去 财满人潮稀稀落落 10月1号起 日本消费税从8%调涨到10% 影响民众的购买意愿 9月中的银行非常非常准备 那份的反动是 10月以后也出现了 汽车过路费也跟着调涨10% 多了新台币6块钱 然而不是什么都涵涨 部分商品或消费方式 采用轻减税率 像是日本的矿泉水 维持8% 自来水却是10% 学校的营养午餐是8% 到学生餐厅用餐 则是10% 内用和外带税率也是大不同 消费制度变得好复杂 民众和商家就快摸不着头绪 店内に税率の違う商品が 混在するのは今回が初めてなので 客さんが不安感じていたりとか 実際買い物する時に混乱されたりとか 调涨消费税 加上不同的税制并行 民众购买意愿降低 为了刺激消费 日本经济产业省也祭出 使用電子支付 就能享有现金回馈的 優惠方案 除了中小型商店 其他加入电子支付行列的 大型連鎖加盟店 像是7-11 Lawson等等 消费者也可以获得 2%的现金回馈 日本政府也将增加的消费税收入 用来填补年年增加的社会福利支出 像是儿童抚养和老人照护 大爱新闻 沦文景编译 地中海的移民杯歌再度响起 一艘移民船在意大利南方小岛的外海翻覆 至少有13个人不幸丧命 移民和小船在暗夜中再浮再沉 意大利海巡队在拉姆培杜萨岛外海11公里处 救回了22个人 也巡获13位移民的遗体 联合国移民署表示 这一艘船载了大约50个人 从图尼西亚出发 因为海象恶劣而翻船 意大利海巡队正在搜寻 其他失踪的移民 美国通污门事件 现在又有了新发展 第二位的告密者已经现身作证 外界都在猜测 这个人可以对民主党发动的弹劾案 造成多大的影响 美国情报机构监督长阿特金森 10月4号在媒体旁观下 走进国会山庄 准备针对通污门 向国会议员说明 川普弹劾风暴沸沸扬扬 有消息指出 第二位告密者已经出面作证 第二波告密内容 目前还没对外公布 民主党启动弹劾程序 白宫也收到传票 要求缴交相关文件 专家表示 第二位告密者将提供重要的资讯 但是民主党想要弹劾成功并不容易 就算众议院能够以简单多数过关 在共和党把持的参议院 也会遇到困难 川普在第一时间用推特发文回击 批评两位告密者都只有掌握错误的二手证据 并且表示不怕对手一波又一波诡计与花招 弹劾风暴持续延烧 全世界都在关注事情如何发展下去 大家新闻 张康田编译 今年四月底 美国城县的慈意志工汤兴 与友人到欧洲旅游 在邮轮上突然中风 被送往了西班牙治疗 美国慈意志工接获消息 展开急难救助 也联系到西班牙的慈忌人 就地关怀 回到美国之后 志工和友人更是轮流排班 前往医院探视 在上个月病况好转 汤兴也回到了会所 要向大家亲自说感恩 我回家了 这是四月底意外发生后 大家最期待的一刻 汤兴与朋友到欧洲旅游 却在邮轮上突然中风 被送到西班牙医治 同行的慈忌之工林玉勋 打电话求助 想到了慈忌人 所以慧平师姐 就是在短短的八个小时之内 她就组成了一个 八人小组 就是联络上马丁各方面 就从我们的极难救助的方式 去找到巴斯洛纳的世界 昏迷了 醒来的时候 睁开了眼睛 第一眼看上去是一个陌生的脸孔 还有陌生的环境 我想除了她自己的病体之外 她是非常焦虑跟惶恐的 美国与西班牙两地志工合作 让在异乡的汤兴 不害怕 有依靠 回到美国 慈忌法亲和社区朋友 轮班探访更让家属感动 这一刻汤兴走进了会所 五个多月来 刺激大家庭爱的陪伴和接力 是她一路走来最大的助力 大爱新闻知识美志工苏慧 请何亦平领起分 美国报道 首次举办的慈济长照机构 人文严西营 在花莲展开三天的课程 来自全台近五十位学员 共聚一堂 透过丰富多元的内容 学习如何导入人文关怀 也提升长照品质 来自各地的慈济长照机构学员 齐聚花莲 参加首度举办的 长照机构人文严西营 学员年龄从22岁到65岁都有 三天课程丰富多元 每天发出来的三秒的那股气 都会感染到对方的心 有上人的法 然后看到师兄师姐的智慧 希望能够运用在 我长照居服的路上 需要被照顾的人 去倾听他们 然后去知道他们的心 长照过程中 语言表达方式很重要 把话讲好最重要的就是 你又没有一个词边的心 原意的表达 跟我们整个肢体的传达 友谊情感信任的建立其实很重要 借由人文严西营 让学员把所学所闻带回去 一同提升词济长照品质 大爱新闻 真上美志工陈坤安 王敬明 花联报导 星期四就是国庆日 今年的花车游行 将有超过100名的台湾英雄参加 除此之外 也诉求国际融合与宝岛风情 23部的花车带您先读为快 二十三国语言向大家问好 印尼的茉莉花 茉莉花同时是两个国家的国花 一个是印尼 一个是菲律宾 在另外一边 那另外这个莲花的这个部分 粉红莲花是越南 六国国花 鲜艳装点花车 动态新著名人偶 风潮更画上 23国国家国旗 展现国际融合 它分别是跟我们有签MOU 有些协定议定的国家 那同时间也有一个 是我们前十大 目前累积在我国 桥居最多的民族的 这几个国家 可爱雄赞挥手招客 来到北投温泉 还可搭乘双层巴士 欣赏大稻城仿巴洛克斯建筑 台北市在地风光一览无遗 Q版虎爷还有大尊福德镇神 台南古城多元风貌 更关心在地生态 七谷的原山 就是那里一个观光的景点 东湖寺寺鸟 是我们台南市的寺鸟 黑面培率也是在七谷那里 根据政府国建国造政策 我们来打造潜舰 台湾国际造船设计的 Q版潜舰以及汉翔公司打造的 空军新一代永英教练机 都是首次参与滑车游行 要在国庆日当天 携手世界台湾要飞 以上是大一新闻消息解讯 好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家中如果有大型犬想要带出门 一起搭捷运 许多人的经验可能是会被拒绝 理由就是推车太大 因此就有受益师向政府提议 可以在例假日开放最后一节的车厢 让有足够防护措施的大型犬 在推车上跟四主一起来搭捷运 北捷承诺最快在两个月内 会拟定相关措施 让大型犬不会再被拒于门关 好奇地对着镜头闻一闻 毛小孩疗愈可爱 有不少人以领养代替购买 但日前却有养大型犬的四主表示 想用大型推车带狗狗上捷运 却遭到拒绝搭乘 内心的感受一定非常不好 因为你最爱的那个生命 那个动物那个狗狗 它没有办法让别人接受 事实上大型犬使用的推车大小 和婴儿车完全一样 但却被禁止搭乘捷运 受医师提出建议 希望能先以试办的方式逐步改善 在例假日的时候 我们可能在早上的十点到下午的六点 这段时间的最后一节 因为淡水线那边有个自行车的专用车厢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开放试办一下看看 让我们推车做好防护安全的时候 能够进出捷运站 贝借承诺经过试办后 最快会在两个月内改善 也期望社会能对人类最忠实的狗朋友 多一份接纳与包容 大家新闻 梁家明台北报道 来关新天气 明天白天各地大多为多云稻晴 午后在中南部的山区 会有零星短暂雷震雨 而从晚上开始东北风增强 大台北及东半部地区 降雨几率也会增加 其中在东北部地区 可能会出现局部较大的雨势 请民众要多加留意天气的变化 继续来关心明天详细的温度预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闻最后一起来看看 机器人也会做体操 而且动作跟运动员一样流畅 也感谢您收看这一节的大爱意见新闻 祝福您平安顺心 晚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